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节课我们讲了博客系统中的发帖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什么呢? 这节课我们来讲修改帖子 对吧,我们发完博客以后可能还会再去修改 对吧,这是一个一系列的需求 那么好,我们在讲修改之前先要完善几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我们先点开看一下 先运一下我的页面,看老师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新功能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Blog的首页 然后呢,我们先登录 也可以点击这个,也可以点击这个登录 是吧,同学们应该是,咱们先看一下 上节课咱们实现这个功能,同学们应该没有忘了吧 然后我们现在登录我的Black账号 然后123,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然后到我的博客 上节课我们讲了什么?讲了发帖,写博文 就讲完写博文,讲了分页 但是没有讲什么,没有讲怎么去浏览一个发完帖子 那么呢,我们在讲编辑之前肯定要先完善这个功能 不然我没法预览怎么编辑完以后的效果,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老师写的这个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这个置顶的这个,不是置顶的 头一条的这个博文 点开以后,这里展现了整个博文的一些所有内容 所有内容,这下面是评论模块 评论模块,这个是我们在讲修改 修改博客和删除博客之前 先讲的一个东西 先讲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怎么,这到底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在看之前,同学们应该知道老师讲的风格吧 首先我们应该干什么,先找到Action 找到Action,看到Action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对应的Model 这个时候就把它所有的整个一套流程都看清楚了 好,我们照样是这样的流程 我们先找他的Action 这就是那个BlockInfoAction 这个Action呢,这个Action干的什么事 这个Action其实就是展现模板,对不对 同学们 然后这里呢,这里展现了一个Info的这个TPL 我们先看看这个TPL 就是这个模板,它是怎么回事 好,找到这个模板 先Include一个Header和Include一个Folder 这个应该不用讲的,同学们 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 不停在讲 然后呢,往下看啊 这里它是它的Title 这里呢,这里是不是自己的 是不是自己的 这里,如果是自己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展现这个编辑按钮 如果不是自己的 那么就不展现编辑按钮 同学们可能会奇怪啊 怎么可能不是自己的 这个东西吧 是以下节课我们 或者是下下节课才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啊 但是同学们先理解一下吧 这个按钮就是说必须是自己的才能编辑,对吧 然后呢,这是发体时间 这是它的分类的type 然后它这是它的博客内容 然后下头呢,就是评论模块 然后呢,再往下看啊 这里有一个又是一个Data 然后Safe 等不等于1啊 这个项目是意思什么 不是自己的才可以评论啊 自己给自己评论意义不大啊 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想给自己评论的话 那把这个判断去掉就可以了 好,同学们大家理解了吧 理解这个info info这个模板是什么样的吧 好,那我们看完info模板 回来再看啊 这里掉了一个什么 掉了一个block info的model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model看一下 这个model 这个model同样啊 里头有一个这个check这个paris啊 然后他判断一下这个参数啊 这里参数只检验了safe 检验了这个帖子的ID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参数是不是传了传了一个ID啊 这里还可以检验什么呢 还可以检验什么 还可以检验什么 还可以检验这个帖子是不是他自己的 是吧 还是点是不是他自己的 然后如果不是他自己的 但是他现在在我的博客这个级别下 他应该会可以报个错对不对 但这个样也可以不检验 但是检验一下可能会更好 这样会更安全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这个这个 perform里面的一些逻辑 他拗了data 不是 到blog 对不对 拗了到blog 然后呢 他掉了这个方法 get blog by id 这同学们应该见名之意 对不对 见名之意 然后呢 把blog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 我们format他一下 format format blog啊 就是整理他的意思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基础的判断是吧 然后这里 blog info 这个blog type啊 同学们应该应该记得啊 这原来是一个id 是一个id 那么我们把这id转化成对应的这个文字 对吧 对应的文字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把它的create time转化成我们可 时间转化成我们可读的一个格式 对吧 可读的一个格式 这就是 这一 这就是一个blog info 这个 里面的所有逻辑 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展示一个帖子的详情 这个 博客的详情页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的啊 同学们自己现在来看几页 然后呢 我们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讲什么 就可以讲怎么去修改一个帖子 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按钮 对不对 编辑 对不对 我们点开编辑 看什么效果啊 看点开编辑以后 它现在进入了一个编辑状态 跟我们发帖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逻辑是怎么实现的呢 还是 是吧 找到对应的action 这action是什么 update block 那好 我们找到update block update block里面呢 它display了一个update tpl啊 就是这样展示这样一个模板 然后呢 这里呢 调了一个update block model 是吧 调了一个model改变一下参数action 好呢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update的一个tpl 然后找到它啊 同样啊 include的一个header include的一个folder 好 然后接着看编辑 编辑这里把这个 data block info放进来 是吧 然后这里放的是它的title 然后呢 这里也循环一个什么啊 循环一个block type list 这主要是什么啊 这就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这个东西 这跟我们当当初做那个发帖 非常的像啊 但是这里做了一个判断啊 就是说把type传过来 是否等于他 如果等于他默认是选中的啊 不是默认是选中的啊 不是默认是选中的 他就应该是选中的 是吧 同学们应该能理解吧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意思是说 我选中的是哪个分类 然后呢 这里是否说对自己可见 如果是对自己可见 或者说设置过这个的话 他等于1那么默认 他就是他就应该是check的 然后接着要看啊 接着要看 这里呢 是把block的那个内容 那边放进来 这里有一个 黑等的一个元素 这里放的什么啊 这里存的是block的id 然后呢 这些信息就构成了 整个编辑的页面啊 整个编辑的页面 这里同样也引入了block的.js啊 简直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肯定在提到他之前 也是要做一些判定的啊 也是要做一些判定的 我今天就不讲js了 因为他的他的判定js跟 发帖其实可以说是一样一样的啊 那么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什么呢 看他的model 我们找到他的model 这就是那个update的block model update的block model 同学们现在先不要听老师讲 先想一下他这个model 首先需要干几 里面需要干几件事 需要干几件事 对吧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函数 检测参数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他首先要判什么 他要判是不是有id 对不对 id是否错误 或者还要判定什么 还要判定这个帖子 是不是他自己的 不是他自己的 肯定不用他编辑 对不对 是吧 当然有一些需求 可能会有管理员 比如说像贴吧那种的博客 可能还有管理员参与了一些事情 这就还要判定这个帖子 是不是管理员在操作 或者是不是自己来操作 这个要做检测的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看到这个执行逻辑这一块 我刚才说的是 那个判定他是不是他自己的 其实在这 是在这 放在这里也行 放在这里也行 放在这里嘛 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什么 这个量主要是来检测参数的 这里才做一些执行逻辑 对吧 他做这些逻辑的时候呢 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他第一件事情应该把 这个博客的详细信息 全部取出来 对吧 取出来以后呢 我们照样做一些整理 对吧 就跟刚才那个展现那个 那个列表页 或者说展现那个详情页的时候 他都要做一些整理 然后我们才能做一些显示 是不是 对吧 这里呢 是老师注销了一行 这就没用了 咱们就不提这个了 然后往下看 往下看 这个处理完以后 我们判断一下 是不是他自己的帖子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 判断呢 因为首先block info 取完了 我们才能判断 他UID和我当前的UID 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判断完以后 如果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pop异常 然后上层Action抓到这个异常 或者做一个处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他不是空的 那就证明取到这个帖子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信息传出去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save 是吧 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页面做了一些判断 save 是不是 是不是自己的 对吧 然后这就是那个block tab list 就是这玩意儿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构成了整个编辑页面 整个编辑页面 我们现在编辑一下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把它tetle变成什么呢 black 讲 讲博客 博客的修改 好 那我们提交一下 我们提交一下 你可以发现 改变成功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有问题 是吧 还少几个k 是吧 那我们再编辑一下 我们把它变成k 是吧 然后在编辑它的时候 我们就来讲是怎么编辑的 这里倒是怎么编辑的 那么我们看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页面 还是看update这个页面 我们看到这个页面以后 为什么要看这个页面 我们要找到 它提交到哪个actually去的 是不是 或者说是它的逻辑 到底应该是在哪个model里 我们看一下它提交哪里 saveme的updateblog 是吧 老师这边的命名规则 同学们应该是 听了几个课 应该是有一定的理解了吧 就是说所有的页面 如果没有提交的话 所有的action如果没有提交的话 就可以该怎么命名 怎么命名 比如说你updateblog 那肯定对应有一个submitblog的 这个action 是吧 同学们 是吧 大家看一下submitlocklockaction 和submitpostblogaction 是吧 都有 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命名规则 因为这样的话 能把这个东西区分出来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命名规则 因为它是一一对应的嘛 然后呢 我们就去打开这个action 去看看里面的具体逻辑 好 我们找到这个action 打开它 我们看到这里面写了几行代码 我们所有的action风格非常像 所以同学们一看 应该就大概明白 它具体是什么样的意思了 那么这里没有展现模板 它只是调了一个这个model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model 这个model啊 做的事情感觉非常简单 没有多少东西 那么 它里面具体逻辑 我们等会再来讲 现在让同学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然后理解一下 我刚才讲的那个 详情页的那些逻辑 一会儿回来 我们把帖子的更新和删除 串起来一讲 那么帖子的更新和删除 这块的所有东西也就完成了 好 现在休息一下吧 同学们